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很多谢大家 抽点时间来 78K 冷冻小型发布会 而今次我们做了一条 78K 冷冻HDMI 线 是光纤 和外面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我们支援所有东西 包括有ARC 经过蓝光机或任何系统出来的东西 它都会一样支持 4K 60K 也是支持 为了家庭观众方面 用家 我们的头部是鸳鸯的 一个就是写着Source 一个就是电视机 因为很多人,包括我,都曾经插错 经常说没有画面 我们改良了,柔软度是高很多 如何写都容易处理到这件事 说了这么多 我们不如看看画面 去比较一下究竟 光纤冷冻的分别 我们用一些传统的 大家看看 这是传统的HDMI 和刚才的有冷冻的光纤HDMI 所以我们今次都会做了 一条2.5米 和一条1米 1米 1米就是过声用的 在未来 其实都不是未来 我们已经做了 在10米和15米 应该12月 我们都会香港 因为其他地方 刚刚去泰国 他们用投影机多 都要求做这件事 说到最后 多少钱呢 2.5米 是2160元 1米就是2060元 便宜了8元 但现在我们做了一个 有任何HDMI 在外线 你们Train-in 就减400元 多谢创业 亦都多谢星度行 帮Yamaha借到 这个Soundbar 发挥到有声 有画的场面 当然 画、Steam好 都要买广告 MS的产品 一定要插住 才会漂亮 大家要知道 好 多谢大家 多谢